以軍公布一段最新影片 無人機在南部拉法攻擊 推著推車的人 上一秒還好好的 下一秒直接被炸飛 以軍聲稱拘殺100名巴勒斯坦武裝分子 另外以色列在黑夜中 攔截來自黎巴嫩真主黨的無人機 哈馬斯則是朝台拉維夫 發射兩枚火箭彈 一枚掉落海中 一枚墜落以色列領土 零星衝突不斷 以色列現在還要提防伊朗的報復攻擊 有沒有可能暫緩攻打以色列 伊朗釋出條件說 如果本週的加薩停火協議達成 就可能暫時收手 停火談判預計在週四重啟 哈馬斯已經表態他們會參加 面對伊朗隨時可能報復 美國加碼軍援以色列 傳出伊朗可能暫緩攻擊 國際油價中止連五天的漲勢 開始下跌 未來油價走勢 端看這次停火談判的成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